Hello大家好 Change欢迎收看今天的刘暗道游戏攻略 继续进行旧有的联盟机制介绍 今天要讲的第二个优化是关于反叛联盟永生秘教的部分 3.5版本永生秘教加入这个游戏 提供了圣甲虫跟优化诸多的一个服务项目 那在现在这个版本当中 上一个语图的DLC提供了很多语图的秘教成员能力 然后加上这个版本的最后秘教 虽然主管的两个奖励被砍了 但是可以由三星变成四星 开最后头目的价值大幅的提升 所以不管是回锅还是新手老玩家 我觉得都有必要了解一下 目前的秘教是如何运作的 以及是否可以靠着他发大财 事实上这也是我祭出最喜欢赚取通货的一个管道 先从游戏规则开始讲起 阶级的话越高部门的会越强 那审问得到的情报就会越多 奖励也会越好 审问的情况下属会给予主板情报 主管被审问会给予最后头目的情报 处刑会提升他们的阶级 但是需要有人在旁边见证 假设没有其他的成员在旁边看的话 处刑这个条件是不会出现的 然而审问可以得到的情报会被降阶 降到零阶级的时候会变成游民 这些游民有高机率会随机乱入其他的部门 当他们被处刑的时候 就会被当前的组织给录用 哇这是一个诡异的组织啊 主管被抓去审问的时候 会由下面最高阶级的人替补 那如果是同阶级的话 他一样会有高低的顺序 部门最多四个手下 满的情况之下游民无法乱入 这里的无法乱入是 友好关系的资源等等都无法加入 因为一次遭遇最多也就四个人 你不可能在同一个部门 同时有五个人可以点选项 好的那如果你们看到游戏当中的一个部分的话 可以看到上面有同部门成员 互相信任互相震恨 然后各个阶级 以及增加他们强度的一个物品 遭遇有一个简单的规则 就是三个人的话基本都一定是处刑 两个人的问题就不多啦 如果是有友好的互相信任的成员会有背叛 互相震恨的成员还会各种 拉人下水啊转移啊剔除啊 或者是其他种种的关系 这个在友好跟震恨成员都有机会发生 那其他成员的话主要还是处刑 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一定都是交涉的部分 他可能会给你一点好处啊 掉落一些东西之类的 那我们这个游戏的整体目的是什么呢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桌游版本的POE 我觉得这是蛮深入 而且留下来比较复杂一点的联盟集资 不过目前已经优化到很多版本 也比较简单了 第一个特定人士加入组织 等出现审问把它变成游民 然后等他乱入你想要加入的部门的时候 把它处刑 你就裂人头成功了 接着冲等级 很简单 两个人以上就会有阶级可以升级 保留一到两个没人要的游民 让他一直乱入 你就可以不断的见证 不断的处刑 最后呢把不要的人关起来 那主管关起来可以拿奖励跟幕后的情报 回收大量的奖励 这个时候你可以决定开头目 重置或者是继续控任务 好那我们来讲讲这个版本当中的一个重大改变 这是我在上一个阶段控的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一个排面 有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像是以这里的修研室的部分 串陶之笔 托拉 艾斯林 我都已经把它升到满阶级 这些情况呢 只要开头目 全员都可以上升一星 那现在的话 他们就等于变成四星了 目前最多的好处都一定要升到四星 如果你是单纯这个处决首领的话 我们串陶之笔也不会给两间房间 现在也只有一间房间 所以算是蛮亏的 那我们仔细看这个进度条 那主管讲的意思是一个是比较可惜 简直是半强迫大家尽量要去开头目房间 那头目的部分呢 会掉落一些主要的 包含了他的传说装备 药水啊 头盔啊 还有矛盾对决 新的成杖等等的武器 还有没有价值的衣服跟盾牌 剩下的话会掉落大概四到七个 平均五个左右的一个圣甲虫 以及蛮多的一个鉴定装备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进度条 进度条完全没有变 跟过去开头目之前的是一模一样 只是人员会全部洗牌 你看到这里的人员变化的状态 问号都不一样 他会进入到这一个洗牌的状况 那这里会继承情报局固定阶级是二 假设我们原本留在这里的 不管是三星还是一星 他都直接在这里固定为二星 其余成员全部洗牌 我们可以用这个性质把一些阶级的数值 都累积到一定的数量 他也不会归零 所以这是一个重复农密教同步的一个好方法 那要怎么样才能产生足够大的密教事件跟任务 首先野外野生遇到明显是不太现实的 现在联盟机制太多 你要完全运气的撞到密教成员的几率 可以忽略补计 那有一些方法可以提升 他是属于大师任务五个的其中之一个 可以靠着获得大师任务的手段来得到他补充 或者是使用这里的六分移去点到辞序 不过几率一样是过地也优先不考虑 我们来讲到语图部分的天赋 语图当中有两个地方都很重要 可以拿来联合的利用 第一个是瓦尔多七弟的两个 天生直觉 击败密教成员 没有审问可以获得 获得事件常逆处的五个情报 当然你放他跑是不会有情报的 他指的是除了审问以外的其他选项 都可以让当房间提升五的情报 再来的话是中程测试 楚行密教成员会一定提升额外的一个阶级 那楚行本身就一定加一个阶级 他的意思就是说 零星成员可以变成两星 一星成员直接变成三星 是一个提升阶级非常强大的一个做法 这一区以农密教来说很强 但是你就必须开密教任务在这里 再来的话是我很喜欢的海沃克哈姆雷特这一区 海沃克可以不断的跑地图刷新任务 关键就在于焦点调查跟收集情报 那焦点调查完成区域时候 有10%几率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穷恩任务 你不要小看这个10%的几率 其实也是超级强势的 那为什么10%几率很强呢 我们可以看到前期获得大师任务 假设两个地图可以遇到一个 有五个大师任务要瓜分 也就是说完成地图的时候 也才10%的机会可以获得一个穷恩 这个等于就是在前期直接翻倍的意思 情报收集完成地图之后 可以获得一个随机的永生密 叫长逆处的情报10点 可以快速的累积其他 你不要的长逆处情报 或者是把它浓完之后呢 没有开启 也可以让最终头目的下一轮 浓得快速很多 那还有很多增加 它的一个掉落几率的方法 包含了获得任务 首先是这个太金的守望石 可以洗到遇到大师任务的几率提升 比较高等级 可以达到60%左右的一个提升 然后配合石头之密 你把你所有的石头都插成穷恩 然后石头之密的话 你只要完成大师任务 有非常高额的机会 就一定那张图都能获得穷恩的任务 那永生密教的成员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哪些成员是比较有价值的 最有价值的是绿色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下面两个的绿色明显比较多 修研跟调停的密教成员会是比较有价值的 前面这两个遇到的绿色的价值跟运气都没有到特别的好 所以我们这边一样看起来 修研的部分有磁缀经验以及白洞的部分 下面的是圣甲虫 这里是详细成员 大家可以稍微的看 以及记一下它的图像 到时候农起来比较方便一点 个人的农法寄出发大财的推荐 那我开过的最后头目统计 历计以来应该要超过百厂 药水的几率大概是五成 所以我个人是密教水的信徒 虽然我有听说过有人就是怎样都不会掉水 密教水在前期如果你起到暴击的尺序 前面的时间都能卖到三重高起跳 那现在就算是比较烂的密教水 也有100C到一重高的价值 暴击还是挺有价值的 那我个人认为平均开一场王的收益 在寄出大约是3到7重高 看你有没有经营其他区域到四星 那三星头目要到四星才有价值 主管房间的功能列化 再也不会有两个了 那其他还会给一堆圣甲虫 以及新配方的部分 关于圣甲虫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有个新的配方 最基阶层的伏极圣甲虫 它能够配合一个古变石两颗换一颗新的 那比较高阶层的包含了圆滑 镀金以及展翅都不能运用这个配方 比较可惜不然有点太强了 还是可以把一些不要用到的 腐蚀圣甲虫给替换掉 也算是目前如果用不到地平石的一个转移手段 还不错的配方 那个人农法后期 把有价值的人尽量拉来 而且在瓦尔多练满三星 在海沃克农其他区域关到最后头目 你可以开启来发大财 包含了艾斯林给予的一个隐匿优秀的磁锥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些六栋的瓦西里 很多人卖场会发现那个什么 000123 然后白栋瓦西里 对不对 它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六个白栋的话 就可以换到三个崇高 看运气的一个价值 也不要让你亏本 三个白栋以下就不用付钱 这个意思 那接下来的话还有比较不值钱 像是目前的修研当中 串逃之笔 升级裂横死已经变得很便宜 不值钱了 再来是托拉可以提供经验值 这个练节寻宝石 或者是前期拿来农赋予之类的石头 两亿的经验值也是相当的多 现在也可以轻松的关到四星变两台 相当的不错 那很多满等之后变两台 或者是奖励房的问题 都已经从原本的主管 直接拉到四星的部分使用 所以我觉得实际奖励也没有到比较好 只是最后头目 可以让所有的人都三星变四星 这样一来 直接开最后房间的奖励就会多很多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甲虫农法 我们去选出目前比较有价值的甲虫 那包含目前有什么比较有价值的 战乱军团的 还有这个 虽然这里是黄色 不过它的价值也是很高 目前神域的一个圣甲虫 把这些绿色有高价值的圣甲虫 把人员尽量拉起来 练到三星 然后一样 瓦尔多练满三星 海沃克 农出最后头目 开起来收割 展翅发大财 那平均一个箱子 大概可以开到一到两个左右的 展翅的圣甲虫 多跑几次起来 也是蛮赚同货的 那可能就是走一个 虫组织的路线 最后来提供一下 这个看法跟结尾 我个人觉得 目前的密教成员的赚法 还蛮赚的 特别是前期 虽然到了中后期 有很多不同的赚法 可以改变它 但是密教成员 你只要动脑去经营它 不用花太多的通货成本 该用的东西也都很便宜 然后运气 你只要多浓个十几二十场 总会掉出一些 像是什么矛盾对决 或者是新的东西之类的 密教水好几罐 以及一大堆的圣甲虫 一些服务 包含了白洞 艾斯林之类的东西 所以整体来说 你只要一直不断勤奋的去跑 应该是不会亏的 蛮推荐一些 想要了解密教机制 并且有稳定收入的玩家 去做这件事情 不过它的缺点就是 你弄起来像在上班 要一直思考怎么办 没有很多刷涂的爽感 所以就给大家自行参考 那我是Change之后 会推出更多 关于这样就有联盟机制的优化 或者是新联盟的攻略内容 那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订阅分享 给你喜欢刘安道的朋友 那频道功能也开了 哇做这种攻略 也是蛮耗费时间跟精力的 如果有余力的玩家 也欢迎加入会员支持一下 那我们就下一个攻略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